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实际前往医院观察 确实不少病患就躺在室外 有人打点滴 一旁家属相当焦急 影片引发讨论台北医院急诊室主任 尤秉勋亲上火线回闻 说明为何要在户外处理病人 是因为户外病毒量可以降到最低 等病人核酸检测报告出炉后 再决定收治专责病房还是一般病房 也希望网友继续努力防疫 一同为台湾加油 影片里面的状况啊 我们在好几天前就已经陆陆续续续 有在台北其他医院看到了 那不过以目前全台湾的医院筛检来说 这个患者在做完筛检 要等结果之前 基本上都是要在户外等 因为户外他的这个空间比较大 病毒量比较不会 因为在密闭的空间里面 开始浓度越来越高 造成其他传染的风险 临时大概的逢假 环境看起来相当客难 加上下雨 才出现了室外筛检区漏水状况 医生提醒民众 现在都得有心理准备 到医院不是都能进急诊治疗 有些亲疹病患直接在室外治疗 病患及家属都得多点体谅 三级新闻定外节 学生委绍长新北报道